次然水提供百万分浓度为2ppm的臭氧 来杀菌饮用来杀菌 如果以纯水将臭氧这个浓度2ppm 稀释为原来的体积两倍 换算成体系浓度为多少m 有关于不同浓度种类的换算 我们可以先列出 溶质重量 溶气重量 以及溶液重量 溶质重量可以找出溶质末数 溶气可以找出溶气末数 而溶液重量为混物 可找出溶液的体积 因此原本错氧2ppm 百万分点浓度 可以写成 先将2ppm换成分数为1分之2 ppm也可转换另外一种单位为1公斤分之2毫克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容易的可以假设 可以假设2ppm的溶液重量为1公斤 也等于1000克 而溶液重量的溶液重量为2毫克 等于2乘10的-3次方公克 因嶺木是要求出体积木浓度 所以我们只需要找出溶液的体积 跟溶质末数即可 所以溶质末数为 重量 除于 分质量 而错氧的分质量 O3等于3倍乘上氧的原子量16 等于48克除木浓 所以我们只需要重量除于48克除木浓 可得到溶质的末数为 2乘10的-3次方除于48 这么多木 而2ppm基本上百万分的浓度 是用在极吸宝溶液 所以通常溶液的密度跟水一样 接近水等于1克除于毫升 所以溶液体积为1000毫升 等于1公升 因此 将整个溶液 系式为原来体积的两倍 所以体积木浓度 就会变化了 等于溶液的体积中 所含溶质的末数 升分之末耳 因此溶液体积 原本1公升变2倍 就变2公升 溶液末数为2乘10的-3次方 除于48这么多木 因此等于 48分之1乘上10的-3次方 又等于0.0.021乘10的-3次方 等于2.1乘10的-5次方m 所以答案最接近 猪选项 6次方便是205次方so Orion 5次方便